至高无上的法门 他样样第一 经是第一 法是第一 依照这个法门修学的地址也是第一 这是值得我们特别要珍惜 特别要保护的 我们学佛一定要晓得 这个世界确确实实是非常苦的 一定要绝顾三十是大 无常迅速 遇不到练佛这个法门 那是无可奈何 但是今天我们遇到这个法门 一定要求愿往生 升到西方职业世界 才是真正究竟圆满 才能得到真实的快乐 前面刚讲过 我们在一生中 没有遇到这个练佛法门 那是没有办法 但是遇到这个法门 既然让它空过去了 这是最大的过失 这是最大的过失 这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去补偿的 我们今天很幸运 遇到这个练佛法门 理论 理论方法 一生成就 现在我们很幸运 遇到这个练佛法门 练佛法门 它是可以代替往生的 李秉南老居士也曾经说过 遇到这个练佛法门 不发心求代替往生净土 不是愚痴 就是狂妄 从这两句话我们就知道了 现在我们这个八十八瓶接祸 一瓶不断都能往生 都能成就 这种的大便宜 到哪里去找都找不到 所以菩萨大德一定要好好的珍惜 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缘 我们生生世世修行 错就错在 不重视这个净土法门 不肯发愿往生 这是大错特作 这一生中我们很幸运的遇到净土法门 我们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了 才能一生成就 这一院我们就很简单的介绍到这里 下面请看经文 第十页的第三行 来看起 我作佛石 我作佛石 佛中无量色树 高祸百千游巡 道场树高四百万里 诸佛石 诸佛中 虽有善根列者 亦能了之 经文到这里是一段 这是第四十院 无量色树院 我们从这院来看 大概 尽虚空遍法界 一切诸佛插土里面的众生 对于树木花草 都有喜爱之心 像我们一样 这件事情 可以从弥陀的本月里面去体会 他看到许许多多诸佛世界 看到大家都喜爱这树木 所以西方世界的树木花草 比起其他的世界 显得格外的庄严 阿弥陀佛跟我们讲 我作佛石 国中无量色树 高祸百千游巡 这几句话 是讲树的高度 游巡是讲长度的单位 古印度的游巡有三种的讲法 在古大德诸书里面说 以大游巡和中国的八十里 中游巡六十里 小游巡四十里 一小游巡就不得了了 树有四十里高 大游巡八十里 还得了 现在连着飞机 还不可能飞这样的高度 那么西方世界的树有多高呢 并文里面跟我们讲得很清楚 百千游巡 百游巡千游巡 这种的高度 恐怕从我们地球到月亮还不止 西方世界的大树 要是拿一棵来 可以从这个地球 架一座桥到月亮去的 这个真的是不可思议 所以从这个地方啊 我们就能体会到西方极的世界 土地面积 大到真的是不可思议 它是很大 很特殊的一个星球 绝对啊 不是像我们这样一个小小的星球 或许有人要问啊 这么高的树啊 未免太大了吧 太夸张了 实在讲啊 西方极的世界的人啊 人身高大 比例中这么高的树啊 不算太大 跟我们这世界的人啊 去到这个树林里面啊 看到几千年的神木啊 是差不多的啊 那阿弥陀佛的身像有多大呢 今上啊 有很明白的告诉我们啊 形容阿弥陀佛的身像啊 摆好婉转五虚米啊 干木澄清四大海啊 阿弥陀佛的面孔上啊 眉心啊 有两根个毫毛啊 卷在一起啊 就像一颗珠子一样啊 就有五座 虚米山那么大啊 我们不晓得虚米山有多大 如果像我们这首佛世界 西马拉雅山五倍那么大就好了 那阿弥陀佛的面孔啊 比地球大得太多太多了啊 说实在的啊 我们这世界的树啊 在西方世界啊 连一棵啊 最最小草的高度都不够啊 所以啊 他们那边的人生啊 高大啊 如果没有这么大的树啊 来相配的话 那就不成比例啊 阿弥陀佛的身像这么大 凡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啊 身像都跟阿弥陀佛一样啊 所以从这里啊 我们就能想像得到啊 极乐世界有多大啊 真的只有四颗四颗形容啊 不可思议啊 下面愿文又跟我们讲的 跟我们讲的 道场树高四百万里啊 道塔就是阿弥陀佛说法的讲堂 讲堂周边的大树啊 比普通的树更高更庄严啊 有多高呢 四百万里啊 但是这些的树的高度啊 有多少颗啊 下面愿文啊 都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啊 诸菩萨中 虽有上根列者 亦能了之啊 诸菩萨就是啊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大众啊 纵使是三根最下等的 最不好的 就像夏夏萨往生的 见思烦恼一品也没断 但是啊 只要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啊 对这些的树木的庄严啊 也清清楚楚 美美白白啊 一点都不迷惑啊 那么这桩事情啊 在西方极乐世界啊 是属于小事一件啊 我们不要说别的啊 就说我们在地球上啊 我们在地球上 到底这个树木有多少种 我们并不知道啊 我们这世界的树木啊 是很多种的 但是我们不清楚啊 但是如果 在我们的院子里面 我们来栽几棵树木啊 那当然我们自己就非常清楚啊 因为啊 我们天天在看它啊 所以愿文里面跟我们说啊 上根列者也难清楚啊 西方极乐世界的树啊 非常的奇特啊 树尊在这个无量寿经上 给我们介绍啊 这些树啊 广博普照啊 为什么广博普照呢 因为这些的宝树 都是七宝所成的啊 有的一宝成就的啊 所以啊 金树的根、干、枝叶、挖泊 都是金的 这是一宝成就的 有的是二宝所成的啊 有的是三宝、四宝所成的 有的是五量宝所成的啊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 它是七宝世界 这个七啊 它是代表无量的意思啊 它并不是一个数字啊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宝树啊 它是由五量珍宝所成的啊 树会放光啊 它也会放香气啊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 称作香光庄严啊 因为它里面的物质啊 都会放光啊 人的身体也会放光 它是 它不需要啊 靠这个日月灯的啊 西方极乐世界啊 连大地都放光啊 所以它那里是光明世界啊 它那里是没有黑暗的啊 这也就是师尊所说的 光无不照相无不熏啊 相光庄严啊 喜灵色回妙啊 不但如此啊 一切忘记